大家好 这次我们谈论一下关于印尼的自然美景 印尼具有丰富的自然美景 因此许多外国游客来印尼度假 印尼的自然美景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林丁湖是位于印尼北苏门达拉省日黎雪冷县 新恩巴镇的一个旅游圣地 这里呈现出宁静和平清新和舒适的氛围 这片湖泊的自然和美丽的景色 在各种颜色中展现 从蓝色、青绿色到两者的渐变 距离棉兰市约70公里 大约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车程 林丁湖成为游客摆脱城市繁忙生活的首选之地 在林丁湖周围 游客会发现各种有趣的景点之一 是从前厅看到的湖泊景象 位于杜丽安村、新恩巴镇 为摄影师和想要欣赏湖泊之美的游客 提供了独特的吸引力 然而需要记住湖水的颜色可能会变化 显示出蓝色、青绿色和两者之间的渐变之美 在过去 这个湖被认为是神秘的 茂密的树木使气氛显得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丁湖发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林丁湖形成于地下的裂缝 形成了一个凹陷地带 这个凹陷地带被雨水充满 湖水的热度是由于地表的岩浆活动 在地质学的观察中 由断层显示地表有热水泉 除了其美丽的自然风光 湖水的宜人也为游客带来了好处 尤其是在傍晚游泳的人 林丁湖不仅提供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美 也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智慧 透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这个旅游目的地邀请游客 享受清新心灵和灵魂的自然美丽 尽管湖泊的深度仍然是一个谜 但林丁湖的自然之美仍然迷人 成为一个经济实惠的旅游圣地 雅加达因其高度的人口流动而闻迷 上百万辆汽车来来往往 使得城市污染严重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很难在雅加达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市民呼吸新鲜空气唯一的方式 是去城市绿地空间 近几年来 雅加达的城市绿地空间数量增多 雅加达政府开始着手进行改造 建造更多的城市森林或公园 如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 彭加诺体育场城市森林 彭加诺体育场城市森林 是彭加诺体育场区域内 占地14000平方米的城市绿地空间 该城市森林位于体育场区域的7号口附近 彭加诺体育场城市森林 起初是史拿雁高尔夫球场练习场的商业化区域 直到2016年 由体育场管理局主导 实施恢复起原本功能的工程 使其成为绿色保护区 即符合管理局提出的世界上 体育一体化 现代环保 以及卓越的愿景 遵循着城市森林绿化的愿景 当局种植了数种稀有树木 异国植物 以及个别品种的植物 如源自非洲的猴面包树 加里曼丹著名 且号称坚固的铁章木 此外 还有源于苏拉威西的黑檀木等等 该工程自2021年3月21日起 开始实施 尽管被称为森林 但实际上 与其字面的意思 有很大的差异 然而 有许多树木覆盖的城市森林 却很像纽约的中央公园 两者都是位于人口密集的 市中心的城市绿地空间 彭加诺体育场城市森林 不向游客收取费用 因此可免费参观 除非驾驶私家车 就必须支付停车费用 该城市森林的运营时间 是每周二到周日 每日共有两个时段 分别为早上六到十点时段 和下午三到六点时段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观 彭加诺体育场城市森林 需要遵守一些参观规定 如保持清洁 舒适和秩序 另外不破坏公共财产和设施 同时保证随身物品的安全 不带宠物 不吸烟 以及不骑自行车 玩滑板和轮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苏门达拉省的冰城基伦村 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美景而闻名 而且作为一个拥有可开发自然资源的地方 村庄拥有着一个重要资源 是地热能 北苏门达拉省 特别是萨鲁拉地区 西巴亚山和西马伦根地区 已经开发了地热能源 然而仍有很多地方尚未利用的地热潜力 例如日理学冷线的西美鲁区 这里的一个主要吸引力是温泉浴场 受到游客的热烈欢迎 离温泉不远 槟城基伦村 以尔根当栋而闻名 这是一个旅游圣地和温泉浴场 尔根当栋具有自己的吸引力 尤其是因为它位于森林中心 内部有温泉 当参观尔根当栋时 游客将受到美丽的大门的欢迎 尔根当栋本身就是一个自然洞穴 拥有令人惊叹的中乳石和石损 尔根当栋旅游区占地6公顷 有8个洞穴可供游客探索 特别适合喜欢自然洞穴的人 尔根当栋不仅提供了惊人的自然美景 而且是历史见证和生态旅游吸引力 对当地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透过其多元的活动和大自然的独特之处 尔根当栋邀请游客 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北苏门达拉省的自然之美 印尼的旅游景点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在决定进行自然旅游之前 我们该重视些什么呢 第一 天气和季节 每个目的地都有不同的天气和季节模式 有些地方可能有漫长的雨季 而其他地方可能有旱季 了解天气状况有助于我们准备合适的衣物和装备 第二 许可和法规 一些自然旅游目的地可能需要特殊许可或遵守特定的法规 例如 要攀登某座山或进入国家公园 我们可能需要特殊许可 确保了解我们将要访问的每个地方的规定和要求 第三 装备和设施 一些自然旅游目的地可能需要特殊的装备 如 帐篷 喷热设备或导航工具 了解所需的装备有助于您进行良好的计划 并确保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 第四 医疗状况和紧急撤离 一些自然旅游目的地可能难以进入 而医疗援助可能无法迅速获得 准备急救包并了解紧急撤离路线非常重要 确保我们有紧急联络资讯和必需的药物 来 我们深入探讨一个同样迷人的旅游地的起源 那就是多巴湖的由来 多巴湖是印尼和东南亚最大的湖泊 占地面积达1145平方公里 位于北苏门达拉省 这个湖因中间有一座被称为沙摩西岛的岛屿 而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多巴湖的传说始于一个叫做多巴的孤儿的故事 多巴日常在田地工作以维持生计 有一天 当他在钓鱼时成功地捕捉到一条巨大的鱼 鱼的鳞片呈现美丽的金黄色 当多巴回到家时 这条鱼变成了一位名叫普翠的美女 被她的美丽所吸引 多巴后来与普翠结婚 她是那条鱼的化幻 在结婚前 普翠事与多巴保守它其实是一条鱼的秘密 多巴必须保守这个事实 否则将产生巨大的灾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多巴和普翠过着幸福的生活 并得到了一个名叫沙摩西的儿子 尽管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孩子 沙摩西却懒惰又淘气 有一天 多巴请沙摩西送午餐到他的工作地点 然而沙摩西却在森林里玩耍 吃掉了本来应该给父亲的食物 当多巴因基尔而等待时 看到剩下的食物 他武艺中对沙摩西说了一些粗鲁的话 他说 无知的孩子 你个鱼的后代 听到这句话 沙摩西感到害怕 哭着回家 沙摩西的母亲听到儿子的故事后 感到伤心 因为多巴违背了诺言 母亲叫沙摩西躲在最高的山上 母亲的愤怒引发了一场洪水 淹没了周围的地区 包括多巴在田地里的地方 那个地区被淹没 只留下一小块土地 形成了一个类似岛屿的地方 即沙摩西岛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湖被称为多巴湖 而中间的岛屿被称为沙摩西岛的原因 多巴湖本身就是一个 由几万年前的超级火山 爆发形成的火山湖 多巴火山大约7万4千年前喷发 几乎摧毁了许多人类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火山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火山口被水填满 形成了多巴湖 尽管时间在流逝 多巴湖的美丽依然散发着它的魅力 前往沙摩西岛 我们可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同时学习当地的历史和智慧 多巴湖和沙摩西岛 不仅是旅游圣地 也教会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作为我们身份不可估量的一部分 哇 布渡村的山区风光 确实让我们的眼睛感到愉悦 多彩的颜色 再加上整齐的蔬菜布局 这是印尼美丽之景的缩影 被誉为爪哇尼泊尔小镇 位于中爪哇省 特曼贡地区松柄山坡上的布渡村 房子整齐的布置 非常类似尼泊尔的南齐巴扎村 布渡村是马吉冷县最高的村庄 海拔1750公尺 从马吉冷市中心通过班冬岸和卡梁克里道路 只需约20公里或30分钟的摩托车行驶 由于平坦的土地有限 布渡村的房屋是从下到上依序建造的 房屋之间没有宽敞的间隙 有时邻居的屋顶成为另一个邻居房屋的露台 右侧和左侧的峡谷成为房屋排列和田地之间的连接 大家知道布渡村这个名字背后有个有趣的故事吗 所以很久以前 爪哇地区的祖先在1633年被荷兰侵略 他们逃到了克曼贡村和松炳山之间的巴拉间森林 由于没有水源 最后他们在此搬迁四公里 找到了松炳山坡上水源丰富的地方 因此村庄被命名为布渡 意为需要水的村庄 布渡村从2017年开始成为旅游村 从房屋的涂料 大门到街道墙上的壁画 都由村里的年轻人精心装饰 然后成立了旅游意识组织 他们负责推广这个旅游村的重要角色 如今爪哇尼泊尔小镇 以及因其风景如画的照片 和欣赏园艺的美丽而闻迷 并受到游客的参观 凉爽清新的空气 也使游客喜欢逗留 如果想要参观爪哇尼泊尔小镇 从二月到八月是最适合的时候 这是干季 晴朗无雾的天气 五颜六色的房屋 以及松柄山的背景 让人愿意停留更久 莫拉皮山是爪哇甚至印尼的仍然活跃的火山之一 莫拉皮山让人们联想到 仍被有些人深信的爪哇民间神话故事 2010年的测量结果显示 莫拉皮山的海拔是2930米 莫拉是山的意思 皮是火的意思 两者结合起来为莫拉皮 表示火山的意思 在古爪哇文中 莫拉皮山还可以表示生火 然而在古文献中 莫拉皮山的名称则是曼德拉根尼 据估计 莫拉皮山距今4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 因此被认为是一座远古火山 在莫拉皮山出现前 先是形成了第一座山 碧碧山 如今位于莫拉皮山东边 然后是莫拉皮早期阶段 发生在距今6万至8千年前之间 而后是莫拉皮中期阶段 发生在距今8千至2千年前之间 山峰渐渐形成 其中较高的有格拉罗格尔峰和巴都拉旺峰 至今在莫拉皮新史系阶段 山峰曾几度发生了变化 是因为峰体几处发生了崩裂 巴沙布拉区域 据估计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 自1568年以来 莫拉皮山更发生了68次喷发 直到20世纪及1930年的时候 莫拉皮山曾经发生过大喷发的事件 被历史记载下来 位于日俄北部25公里处的莫拉皮山 是层层火山 层接近完美的圆锥形状 莫拉皮山喷发时非常危险 其火山碎穴物流非常致命 联合国指出 莫拉皮山是世界上16座火山中 能造成严重威胁的火山之一 因为它的活跃性 并且处在人口聚居的中心地带 此外 莫拉皮山是全国127座火山中 最为活跃的火山 实际上户外旅行有哪些好处呢 有很多好处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第一 心理和身体健康 户外旅行已被证明 对心理和身体健康有正面影响 在户外活动可以减轻压力 提高心情 并减少忧郁的风险 此外 在大自然中散步或进行体育活动 也有益于心脏健康和整体身体健康 第二 刺激创造力和生产力 大自然往往是创造力的灵感来源 身处美丽的自然景色中 可以激发创造性思维 帮助克服心理障碍 因此 户外旅行可以提高生产力 并有助于完成创意任务 第三 学习和教育 大自然提供了无限的学习机会 透过户外旅行 一个人可以学习生态学 生物多样性 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在自然中的教育 也可以激发对环境保护的好奇心和理解 以上是值得参观的一些印尼自然美景 大家和家人很有必要参观这些自然美景 以让我们能更尊重上帝的创造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